近些年来,中国在量子通讯和量子科技领域,可以说是发展得非常迅速。 早在五年之前,中国的工程院潘家伟院士,就实现了量子计算机球性性帮程组的实验。 这一实验是全球首例,这也让不少的人认为这样的量子工程将会成为未来技术领域的一大前景工程。 然而,美科学家完成量子计算机核心组件,宣称反超中国。 不少的网友更是表示,别开玩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让给大家聊聊吧。 其实,咱们现在的量子工程,相当于一个起步阶段,包括全球的技术领域。 很多的美国学者就认为真正做出有应用价值的量子计算机, 估计还要进行10到20年的沉淀期,才会有效有成就,真正要有更大的巴掌。 或许在50年之后,不过美国却还有专家成研制出量子计算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又是什么呢? 所谓的量子计算机,是遵循量子力学规律,所进行的一种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并且还能够储存量子信息。 其实对于量子计算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 只要能够处理量子信息,运行量子算法的装置,都可以说是量子计算机。 在载上世纪的80年代,量子计算机成为理论推导状态,除了各种理论之外,各国的学者都希望通过有个类型的量子系统,来实现量子计算机。 但是,现实是非常的骨干的,时至今日也没有那个国家能够研制出真正的量子计算机。 因为量子计算机是通过量子逻辑,机型计算的一个机器。 不同于传统的电脑计算机,其输出或者输入的量子计算机,的语言,也是通过量子原理来进行构成的。 同时在计算过程里面,也由不同的算法,成为来成为本状态。 不少网友就表示,现如今连最基本的量子计算机,都没有研制出来,那么这些所谓的计算机核心组件,那也是存在的。 这样的研究并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将量子原理研究清楚。 但是还有一些网友就认为,并非如此,只有通过对量子原件进行改写,还是有不少的计算机原理能够得到发现,为将来的量子计算机的研发提供基础。 小伙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评论,喜欢本文的就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